好 剛才您有提到鴻海 那上市櫃公司11月營收 昨天全部公布了 像是這個鴻海他就利多不漲 而面板股間股價表現不好 你怎麼看呢 那個股操作有什麼建議 好的 我想面板的部分來說的話 今天是普遍走勢比較疲弱 那其中是以這個6116的彩晶 今天的一個跌幅是比較大 那彩晶的部分主要是因為 他這個11月份的一個營收 是比上個月衰退了這個超過兩成 衰退了21.7% 所以說即便呢 他今年前三季這個EPS 已經超過了這個兩塊 不過今天呢 似乎這個消息面的一個反應來說的話 股價呢是反映了這個11月份 這個月營收的一個衰退是比較多 那今天其實很多的一個個股 都呈現一個開高走低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包括一個前一段時間 漲幅比較大的一個個股的話 我想短線上呢 可能都有一些所謂 逢高獲利了結的一個這樣子 賣壓陸續的一個出籠 所以我想在這部分來說的話 包括像一些傳產股 特別是在高價的房子 例如說像這個1476的如虹 還有包括像這個1477的這個巨陽 我想前一段時間來說的話呢 這個指數呢 雖然近期都在創新高 不過這幾檔呢 先前這個走勢非常這個長線多頭的一些個股呢 卻出現了連續三四天的這個往下殺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就剛剛提到了是不是有把人呢 在這個所謂漲多的一個個股 特別是倍數今年有漲超過一倍的個股 在逢高做一些所有這個提前結帳 我想這是值得關注的啊 那另外呢 其實這兩天的這個包括像新北市跟台北市呢 都陸陸續續在公告啊 這個新一年度的這個所謂土地的一個公告限制啊 那這部分來說的話呢 其實好像新北市的部分也出現了 接近18%的一個調升啊 那搭配其實近期呢 整個新台幣呢 還往一個比較偏升值的一個趨勢在走的話 我是認為呢 可能在這個短線上的一些整理比較久的 如果說擁有比較高的一個土地資產的 這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可能就是短線上啊 或是一個資金呢 相對比較安全的這個避風港啊 那這部分來說的話 就包括像這個2913的這個農林啊 那目前當然它是這個 全台灣最大的一個這個地主啊 那當然因為早期呢 是擁有比較多的一些 不管像是山坡地啊 或者說是一些比較保育性的土地啊 這個部分 那另外呢 包括像2101的南港啊 我想這股價的部分來說的話 呃 整理的一個時間也比較久啊 那三大法人呢 其實最近這20個交易日的 大概買超呢 也有這個接近1200張啊 所以說這個籌碼的部分呢 看起來也是啊 仍然呈現一個買超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想 如果短線上資金有從一些 所謂漲多的這些 呃 比較高價的一個傳產股退出的話 那是不是能夠在電子股呢 有機會順利接棒 將會是目前啊 或者說未來盤市上的一個 共要的一個觀察點 但是要提醒大家就說 如果是已經漲多了 特別是今年漲幅比較大 超過倍數以上的個股的話 我想其實在這邊呢 可能會遭逢一些 所謂提前結帳的一個壓力啊 所以在這裡的一個操作上 我們還是認為啊 指數的部分呢 這邊可能有一個進行 一個所謂壓回 甚至於說高檔震盪的可能性啊 短線漲多的個股呢 其實在操作上 還是特別留意到 這個所謂最高的一個風險啊 是的 好 今天指數創高 留下了上影線 那接下來也不排除呢 會漲多拉回 那個股選擇上 分析師的建議提供給你參考 同時呢 也謝謝分析師